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吃的紫菜多数是人工养殖的 如果是以前的人的话 就要特别到海上的这些礁石站着去刨紫菜了 那个动作是怎么样 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你就必须要攀爬到这个礁石上 礁石很高 而且可能会滑倒 然后一手握着你的这个绳子 一手就拿着那个刀子刨刀 那再来就是同时准备你的这个 用竹子做的杀鸡把它都带上去 然后刨呀刨的把紫菜刨下来之后 放到杀鸡盛上去再装带 那这整个过程有几个很危险的因素在 比如说虽然是将近退潮的时间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海浪 所以你要避免自己被海浪卷走 再来就是在这个礁石上 它的寄生物是很锐利的 会割伤你的 如果你站不稳的话 就会割伤 割伤再泡到海水里闲闲的 你知道会有多次痛吗 光想就觉得很痛了 所以从前的潮山人就说 这是一份十分危险的 很浪险的工作 那如果潮山人看到其他人去从事 更危险的其他的事情的话 比方说可能战绩要怎么滑 那个过程是很惊险的 潮山人就会说 浪险过南下拍紫菜 就是比我们去采集紫菜还要危险 这句话后来就这样延伸地用了下来 用来形容很凶险 浪险的事物 要鞭策和鼓励自己来提高你的信心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 那故事讲完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紫菜 虽然我很爱吃紫菜 但是其实要提醒大家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紫菜的 要怎么吃才对呢 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我是潮林 陈立新 那随着网络的发达 我们要从网络上寻得资讯的管道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 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在网络上 所寻获的一些资讯都不一定是真的 一定要过滤 再过滤 然后再三地思考 其中也包括了如果你想要贷款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从网络的一些管道找到年利率更低 或者是贷款的时间更长 是不是就比较好呢 那千万要小心 因为有很多可能就是诈骗集团 前阵子就有一位无疑的男子 他透过面子书 就是我们很常会见到的FB 向一个私人的贷款公司借贷 但是没有想到他借贷不成 反而被骗了钱 那六月中旬的时候 这位朋友他就透过面子书 看到一家私人的贷款公司 他想要贷款装修自己的房子 所以就按下了这个申请的按钮 然后甚至在那个网络上 提供了自己的个人资料 还有自己想要贷款的那些长度等等的 是 我相信是因为条件太吸引人了 因为那个私人公司它注明 年利率只需要2.96 而且可以分十年来贪还 所以他就打算借个8万令吉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的是 你知道诈骗分子都是用同一招 那就是在你贷款得到钱之前 你还得先付钱 他就跟他说有手续费1280 后来又要求1800 再加一个担保人 再后来他又要求一个3000块 这市主觉得不妥当 他就请一个朋友 就是询问在银行工作的友人 结果银行的这个友人 就说你们受骗了 没错 那当他发现到自己受骗之后 就拒绝 拒绝要再进行贷款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诈骗极端竟然跟他说 法庭见 好像很严重 这骗人可能口气还更大声 更呛瞎 有没有 对 所以市主就把这件事情 带到马华公共服务局投诉部的主任 请他来帮忙召告天下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骗局和陷阱很多 大家要警惕了 一定要小心 我们来看一下通常犯案的这些诈骗集团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那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 他会先比你更大声 那其中他就会宣称 他自己的贷款条件 会比你银行或者是市面上 看到一些合法贷款公司来得够低 是 而且即使你曾经被银行 黑标或者你收入不够高 不符合条件 在这一类的私人公司 私人贷款公司 他也允许你去贷款 没错 那再来就是 他会要求你在网上申请 或者是填写你自己的个人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是不轻易 不应该轻易在网路上透露出去的 对 各自的泄露 那最后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你钱还没拿到手 他就叫你先付钱 你要付什么手续费 担保费 首付费等等 当他叫你多给钱的时候 你一定要马上有警惕心 这就是骗局了 那张天资他另外也有提到 其实今年下来已经有超过16宗 这样子涉及欺骗的案件 而且涉及的金额高达60万之多 所以那就提醒大家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千万不要就是因为 一时的这个便宜 然后就上当了 对 好 回到我们今天主题 我们要谈紫菜 紫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紫菜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 无论是寿司 煮汤 又或即食 都能成为桌上的美味佳肴 紫菜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也含有各种人体必备的营养成分 无愧蔬菜中的真品之美称 虽然紫菜营养丰富 但很多人却不知道 紫菜并不是人人都能吃 例如消化功能不佳 各类肿瘤患者都不宜食用 因此在吃之前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减少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究竟紫菜该怎么吃 才能吃出最佳的营养呢 谁又应该多吃呢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吧 那我知道丽婷其实也很爱吃紫菜 对不对 像我也是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紫菜不能乱吃 因为吃得不当的话 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毛病 但这只属于小部分的人 那要吃的话 其实也要选择对的紫菜 因为或者是我们笼统地说紫菜 但其实它有后来很多种 对不对 好好的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Fion Fion 老师你好 欢迎你 谢谢你们好 那我们先谈一下好了 我们笼统地说紫菜 其实紫菜底下分了好几种 对不对 到底有哪几种呢 那一般上其实紫菜是一个俗称 那我们知道紫菜 刚才主持人也有讲解了 紫菜其实本身是属于海底的一些植物 那么紫菜本身 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藻类 那说到藻类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藻类其实有分很多的种类 那打个比方 我们最主要三种 可饮食的藻类 有分三种颜色 那第一个颜色 我们要谈一谈的就是红藻 那红藻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 最多项的最盘 对 我们一般上 就是用来华人用来煮汤的 对 一些紫菜 这个红藻 对 红藻 我现在看到白有很多嘛 等一下会给艺艺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提到的就是红藻 对 最大盘的这盘 是 就是煮汤用的 对 煮汤用的 然后这盘呢 这盘其实它也是红藻的一种 那只不过这盘它经过加工了 对 我们就是用它来做寿司卷的紫菜 所以每一次吃寿司 吃到的那个包在外面的 都是这一类型的 对 没错 紫菜 好 红藻 那红藻如果泡到水中 它叫红藻 就是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红素 红色素 对 枣红素 枣红素 所以会有一点红色的颜色 所以泡在水中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一碗 对 所以煮的时候不要担心 如果看到红红的 它是它自然的颜色 对 它的枣红素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 感觉好像是零食的感觉 对了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爱吃的 零食 那其实这个零食 我们称它为海苔 它跟紫菜什么不一样呢 它其实是绿藻的一种 对 绿藻的一种 加工了之后呢 那加上一些调味料 经过烘烤 烘炸等等 那你看到在这边 它就成为我们 大家都喜爱吃的 这一个零食的一种紫菜 好 那再来我面前的这一个 看起来好像比较是业重的 对的 这个虽然你看起来 有一点像青色 黑色 那其实它是荷藻的一种 荷藻的一种 荷藻 OK 是 也叫做昆布 昆布 对 就是在 通常我们在日本饮食当中 那我们喝的那一种汤 味噌汤里头会找得到 对 没错 所以浸泡水之后呢 它其实就会变成像这个叠 对 它就会发了 那你看它发了 它涨了之后呢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厚一点的 对 那你在这边看到的呢 其实它是属于青色 那其实它原本呢 我们称它为荷藻 因为你泡了水经过加工后 它的那个颜色 它改变了 对 没错 所以它三者 其实口感都有一点不一样 对 但是营养价值方面呢 其实都差不多吗 那我们来讲一讲 营养价值本身 那么在这边 刚才我们说了 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藻类 那哪一种藻类呢 它的那个营养价值 是属于比较高的呢 那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荷藻的 荷藻 对 荷藻的营养价值 是比较高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 它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 那我们就是以 它里头最主要的 这一个矿物质 那也俗称为点 点的成分 那荷藻的点的成分 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那大概一克的这个昆布 它的点的含量呢 大约有超过 两千到三千左右的 这一个微克那么多 接下来呢就是红枣 OK 对 就我们煮汤用的 对 煮汤用的 最后呢就是零食 海苔 对的 那它的营养价值呢 就比较稍微的比较低了 主要是因为它经过加工 可能烘烤过 然后营养流失 对的 那除了点之外呢 它还有 就我们刚刚说 总统的这个所有的紫菜 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营养价值 那在紫菜里头呢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那里头最主要 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就是点 点是其中它的一个 最主要的矿物质 当然少不了的 它也有很高的这个铁质 以及钙质 对 那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常常 就是大家都需要的 纤维素 对 所以可以帮助消化 纤维素帮助消化 帮助消化 对 清道夫 对的 抗氧化剂 这很多人都要抗老嘛 对不对 所以要吃很高 抗氧化剂的食物 多糖体则是提供我们能量吗 多糖体本身 它其实是糖分的一种 可是我们称它为多糖体 是因为它的这个构造 它属于一种多链的 这一个构造 对 那多糖体本身 它对于我们人类 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 增强我们本身的免疫能力 对的 而且多糖体 它有一些种类 它也是益生源的一种 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消化 OK 好 好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紫菜的功效 刚刚提到的点含量最高的呢 就是可以支持甲状腺的功能 那抗氧化就是提供 抗氧化的功能 还有刚刚老师也提到的 纤维跟多糖体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紫菜 对 有什么竞技人群 就是比较小心一点 对 在这边呢 主要有分成几个种类 那第一我们要讲的 就是刚刚我们有谈到 紫菜里头最高的成分是点 那怎么样的人呢 不应该多吃 就是说 点类的胖物质 对 身体有比较多 这个点类的 那这样的人呢 比如说很像不晓得主持人 有没有听过大井泡这样子的一个俗称 那基本上大井泡为什么会发生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比较 我们的身体有比较高的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 那个点 对 因为甲状腺和尔蒙 对 就是甲状腺功能抗净的人 他身体就以为他缺点 所以就释放了很多点 就变过多 对了 所以我们就要少吃 以便我们的身体不会有过多的点 而导致我们本身有这一个 甲状腺功能抗净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再来还有一类的就是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 刚才不是说它促进消化吗 怎么可能又有这个相冲呢 对的 所以多吃嘛 我们在这边所说的就是多吃 如果说多吃纤维素的话 其实呢 如果我们的消化能力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控制那一个纤维的摄取量 对 所以如果本身有消化能力 不怎么理想的朋友们呢 那我们就要尽量少吃 高纤维的这个紫菜了 好 那过敏的孕妇 是所有的孕妇都不能吃吗 还是说如果你是发现 自己对紫菜过敏才料理 对 在这边我们讲到就是说 有对紫菜过敏 因为紫菜本身它是属于一种海产类 对 那一般上如果对海产有特别过敏的人 要注意 对 要小心一些 因为有一些朋友对虾 螃蟹也会过敏 那你在吃紫菜的时候 又怀孕了 当然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是 那医生我想要 不是医生 不好意思 是营养师想要问一下 有一些人觉得有传了 说吃紫菜可以帮助减肥是真的吗 好 那这个其实是真的 为什么我们说吃紫菜可以帮助减肥 尤其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本身的体重的时候呢 因为紫菜本身它的那个卡路里量 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来说一克的紫菜 它的卡路里量大概是相等于 30到40的卡路里 比白饭还低很多 低个两三倍 因为一碗白饭其实给我们的这个卡路里量 就百多了 对吧 对 而超过有三到四百左右 少十倍 对的 所以它的热量低 同时紫菜的纤维也很高 所以当紫菜的纤维高的时候 它让我们有这个饱足感 所以当你吃了紫菜有饱足感了 间接的我们就不怎么吃太多的东西了 那个食量就会被控制住 这样子才会瘦下来 是的 没错了 那待会儿回来呢 我们会跟大家进一步分享 到底谁应该要多吃一些紫菜 除了要减肥的朋友之外 还有一些人应该要多吃紫菜的 那与此同时呢 因为讲到这个饱足感 大家眼睛会亮起来 都对减肥有帮助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食物呢 也有很高的饱足感 增加饱足感的食物 蛋 研究发现早餐吃蛋 比吃同样热量被裹餐的人 能够成功减去更多体重 这可能是因为蛋白质有助减少饥饿感 而每颗蛋的热量虽说只有70卡 但蛋白质却超过6克 因此食用后也会更有活力 酪梨 酪梨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营养素 及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降低胃部消化的速度 此外酪梨含有液酸 钾和维他命E等维生素 研究显示 含这些成分的食物 比其他食物更具饱足感 黑巧克力 想吃甜食但又担心热量食 不妨试试黑巧克力 研究指出 黑巧克力有助降血压 保护心脏和大脑 跟牛奶巧克力相比 黑巧克力也比较容易有饱足感 同时有助抑制吃甜食与咸食的欲望 黄瓜 如果已经厌倦了 喝一杯用一杯的水 来阻挡饥饿感 可以选择吃黄瓜切片来取代 黄瓜有丰富的维生素 K、C、钾以及C的复合物 帮助建造及维持组织间的联系 如肌肉、肌腱、韧带和骨头等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 这样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紫菜的营养价值 还有谁不应该吃这么多的紫菜呢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哪一些人 应该要多吃紫菜 薛康老师 是谁呢 好 那么应该多吃紫菜的人 刚才我们有讲到一个最重要 紫菜里头含有的这一个 点点的成分 对的 所以当你身体需要多点的时候 你就应该多吃紫菜 谁会需要多点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边 第一段就是因为缺点 对 因为缺点 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的患者 对的 要多吃 那为什么呢 有这一个甲状腺肿大的患者呢 应该要多吃紫菜 多吃含高点的食物 最主要是因为甲状腺本身 它能够帮助我们制造甲状腺激素 所以当制造甲状腺激素的同时 我们需要点的帮助 来帮我们制造这一个甲状腺 所以当如果我们身体的甲状腺 没有办法就是制造 制造更多的这一个甲状腺激素 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本身的 一些新陈代谢 或者是能量的生产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患有 这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可能性 就是甲状腺肿大其实分两种的意思 一个是点太多 所以你不应该吃紫菜 第一个是点太少 你要多吃紫菜 对的 所以这个就应该要先到医院去验 你到底是患者还是患者 对 你是苏妍亚一种类型的甲状腺问题 对 不建议大家就是因为看到 甲状腺肿 对 自行判断 就觉得说应该要多吃紫菜了 那女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甲状腺肿大 除了你甲状腺肿大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症状 好像是有一些是会肥胖 对的 有些是暴瘦 对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 甲状腺的症状有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甲状腺过多 所以当甲状腺过多的时候 就代表说你身体的那一个新陈代谢率 也比较快 能量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患者 其实他们会有暴瘦的情况 而且对于他们的情绪来讲 他们会觉得 时常都觉得在很亢奋 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那相反的 如果说身体的 这个甲状腺肌数不够 那身体的新陈代谢自然而然就慢了下来 就可能见胖 对了 就有这个暴瘦的情况了 现在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找寻减肥方法 但是其实因为是你的可能甲状腺的技术 恶蒙失调的问题 对 恶蒙失调 所以就要对症下药了 对 好 再来我们看 建议使用者的第二类人又是哪些 高胆过醇的患者 对 高胆过醇的患者 为什么我们建议他们多吃紫菜 是因为紫菜本身刚才有谈到 它含有很高的纤维素 对的 那么纤维可以帮助我们把血液中 多余的这一个胆固醇 给从身体里面排掉 排掉 排掉你的油脂的感觉 对的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有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胆结石患者 那胆结石呢 其实最主要 可能是因为身体的这个胆固醇含量过高 那么当我们的胆不制造胆汁的时候 可是胆固醇太高了 它分解不了 太多了 那这些胆固醇本身 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胆里头 那导致成为一些结晶体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石头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胆结石 所以你多吃紫菜 紫菜含有这个纤维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胆固醇给带走 是 好 再来最后一类是 老人家也应该多吃紫菜 对 为什么老人家应该多吃紫菜 我们都知道刚才有谈到 紫菜的营养价值呢 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老人家多吃紫菜 就是可以帮助老人家提供这一个 基本身体需要的营养 那同个时候呢 它里头也有高纤维嘛 都一直有谈到的 所以其实对老人家的肠胃健康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因为很多老人家都有便秘的问题 适量的紫菜可以帮助他们 就是上厕所可能上得比较舒服一点 没错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问一下营养老师 除了吃紫菜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食物也可以跟着一起搭配 那比较更 让你的身体更好的吸收呢 对 OK 那一般上我们这么样烹煮紫菜呢 最基本的方式我觉得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紫菜汤了 那么当我们在煮紫菜汤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放一些鸡蛋 就把它变成 对 鱼丸 对 蛋黄瓜 对 超好吃 对的 所以配合鸡蛋和紫菜一起进食的情况下呢 其实鸡蛋它有非常高的维他命B12 那么刚才也有谈到 紫菜也有很高的钙质 其实这两者一起吃呢 都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维生素B 以及钙质 OK 再来配米饭 亚洲人的主食 对的 它的好处是补足淀粉这一块 是吗 最主要呢 其实我们吃米饭嘛 那不晓得主持人 有没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呢 习惯吃白米饭的时候 都很喜欢加入一些生抽 让那个米饭有 比较有味道 比较有味道 对吗 是 有一些腥味 而这个腥味其实是我们第五种味觉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旨味 华语我们称它为鲜味 那提鲜 对的 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米饭有更多样化 而且味道更好 好 再来就是搭配肉类来吃 可以增加蛋白质的剩取 对的 没错 就很像吃寿司一样吧 那食用方法那边 我们常看到华人的话 就会把那个红枣拿去煮汤 对 那如果是日本料理常看到的昆布 可能就可以也做那个昆布汤 还有其他的食用方法吗 那基本上刚才都谈到 有寿司嘛 那吃寿司 那你也是使用这个紫菜的一种方式 对 当然还有一些台湾饮食中 经常蛮特别的 就是用紫菜来做凉拌 对 中式料理好像都会有一经典这样子的 对的 那还有呢 就是刚才也谈到韩式的方式来吃紫菜 就是把紫菜的薄片剪碎了 撒在米饭上面来吃 那我们就能够帮它调味 增加面饭的风味 对的 真的特别好吃 还有这些日本菜 讲到这边肚子都吃得好 日本菜当中手卷这些 当然也是跑不掉 就特别的美味 因为它还有那个脆口的感觉 对 还有我跟丽婷最喜欢的 就是零食类了 但是零食类我们要特别小心 也要特别留意一下 原因是因为 对 因为在加工过后的这一个紫菜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海苔本身 那把它当成这种零食的话 其实它可能会经过油炸 或者是加入一些调味料 尤其是盐分 盐分 对 你看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口味的 这一个海苔 那其实如果我们多吃的话 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就不怎么好 因为它有比较高的调味料 是 那有没有说吃紫菜应该注意 控制在多少的量比较安全 那基本上我们所说的紫菜应该要怎么样吃 要吃多少 我们是以这一个点的含量为标准的 那么一般上成年人 我们的这个点的摄取量 应该是要介于150微克左右 就每天的需求 对 每天的需求 那我们说回紫菜 那一片的紫菜大概是1克 那1克的紫菜提供我们15到20微克的点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呢 一般上成年人 我们其实都建议只是吃 大概是10克左右的紫菜 以便我们这个点的摄取量不超过 对 但是如果你是发现到你的甲状腺肿大 你需要更多就可以比这个需求量更高一些 如果你身体需要补充这个点的成分 那你可以吃多一些 好 谢谢营养师 我觉得很棒 紫菜就是有丰富的点 维他命抗氧化剂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就是女性和老人家都要注意 就是补钙 对 没错 那除了紫菜这个食物呢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补钙之外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还有什么食物 可以帮助大家补钙了 各种补钙的食物 芝麻 芝麻虽小 但里面的营养素却非常的丰富 包括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 植物固存及天然的油脂 芝麻有着抗氧化 保健心血管 强化脑力等的功效 其中黑芝麻的钙质比白芝麻来得多 更加适合素食者食用 但由于油脂含量高 质量也高 仍要控制食用量 以免反而造成肥胖 无花果 无花果的钙含量比大部分的水果都来得更高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无花果中还有大量的钾 铭 能帮助稳定血液和心跳 维持肌肉功能 并对强化骨骼十分有帮助 黑豆 黑豆的钙含量为菠菜的1.5倍之多 多吃黑豆能软化血管 延缓衰老 特别对高血压 心脏病等患者有益 黑木耳 黑木耳是帮助轻松补钙的食物之一 也被称为血管的氢倒肤 同时它具有降血压 增强质力和抗癌等功效 更能清理肠胃的灰尘和杂质 黑木耳富含蛋白质 维他命 纤维素 以及植物胶原 不仅能促进肠胃蠕动 减少脂质吸收 并有助缓解便秘 欢迎回来 今天既然讲到紫菜有这么丰富的营养 我们就来学会好好的 怎么样去辨别好的紫菜 怎么样去选购它 我们再请教我们的营养师 Bion 好 教一下我们好的 要怎么去教学好的紫菜 基本上选紫菜要注意的就是三大事项 第一 紫菜它就是包装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眼睛来看 看一看紫菜本身的颜色 好 OK 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谈 怎么样看它的颜色 那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一般上煮汤的这一个紫菜 那煮汤的紫菜 其实它本身是红枣类 那红枣类其实你用眼睛看的话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紫褐色的 紫红色的 那么除了又看它的颜色以外 当然我们要看的就是它的色泽 一般上品质好的紫菜 它的色泽都是比较光亮的 那品质差的紫菜 其实它的颜色就比较暗淡了 跟我们脸的肌肤一样 或者身体的肌肤一样 没有光泽感就代表它老掉或者不好 好 但再来还有就是除了这些光泽之外 对 再来我们讲的就是看一下 它的这一个薄度 那么品质好的紫菜 它的这一个薄度是属于比较薄的 而且比较均匀的 对 因为它们就是紫菜干了 那它把它做成加工之后 它的这一个本身的薄度 应该是要均匀的 均衡的 而且是属于比较结实 而不是松松散散的 好 对 现在这个就是讲到汗 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要做的就是 闻一闻 那紫菜开封了之后 我们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 那一些紫菜如果它们是属于品质 比较好的紫菜 它会给我们带有这个淡淡的紫菜 芯味 香味 芯味 芳香味 对的 但是有心味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说紫菜的品质不好的话 那你闻起来可能就很像发美味了 对 那个味道就不香了 对 味道就不香了 那之后呢 最后一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怎么看一下紫菜的品质 就是通过触摸的方法 对的 那么通过触摸的方法呢 如果说紫菜是属于比较脆的 碎绿的 那它的品质就是比较好的 那还有就是如果紫菜的品质 不怎么理想的话呢 通常它里头会有一些渣质 就很像一些沙子之类没有清洗干净了 就开始做包装了嘛 对 那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三大方式 来辨别紫菜好的方式 是 那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常看到 就是如果它已经沾沾了 就是它软啪啪了一点 受潮了 受潮了 不见话叫撈红 撈红 其实受潮 它是潮湿了 对 没错 所以那个也是品质不好的紫菜 对的 保存方法了 买回来之后就是一定要去 怎样避免它受潮 对 去不好 那么买了回来之后 如果还没开封的话呢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收在一些 比较阴凉干燥的地方 可是一开封了之后 可是你又吃不完这个紫菜 那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装在一个密封的 罐子 铁罐里头 同样的也把它储存 放在一些阴凉干燥的地方 那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紫菜 储存在密封的这个罐子里头 我们知道紫菜本身是海藻类嘛 那么烘干了之后呢 那么本身如果它很容易吸收 这个空气中的这个湿度水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它 装在密封的这一个罐子里头 很容易当它受潮了之后 它就会发霉的情况了 而且那颜色又看不出来 可能发霉的时候一样黑嘛 而且当发霉了 接下来就可能会产生细菌 这细菌我们也看不到的 对 没错了 那意思是说 肯定是不可以放冰箱 因为冰箱都会有水气嘛 对 通常不建议 就是建议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 那营养师 我们看到其实紫菜泡水之后 都会有这个褪色的情况嘛 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对吧 对 其实紫菜泡水了之后 可能你会看到 这一个水会呈一些 比较紫红色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的 因为这个紫红色 其实是紫菜里头的 这一个我们所称为的枣红素 所以紫菜泡水之后 枣红素其实它本身是 一个水溶解的一种 释放出来的色素 所以它就会使到 这个泡水了之后的水 是层比较有淡淡的 这一个紫红色的 那如果是绿藻的话 它就会呈现比较绿的颜色 对 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绿藻 我们丢一点点进去看一下 但是如果说 有没有说试面上 可能要为了让紫菜的颜色 看起来更有光泽 或者是更鲜明一些些 它们添加一些添加物 它们可能会放一些染色物 那么如果说当你浸泡了之后 你看到的那个水是很像墨汁的颜色 很深的颜色 那可能就要比较小心了 是 所以天然的色素是淡淡的 那如果它很浓稠 一下子释放很多 那就是添加剂了 对 要小心一点 要比较小心 没错 其实这种泡过水的紫菜 比如说或者受潮过的紫菜 它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吗 比如说隔夜的紫菜汤 或者说放海苔 放久了它受潮了 我们可以吃吗 烙烘了 对了 那如果是零食漏风了之后 受潮了之后 其实它的口感就没在那边了 是不好吃了 那当然我们也讲到说 如果你放久了在那边 我们不晓得它的细菌会被肢长 所以我们就尽量不建议 如果紫菜已经受潮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食用 那隔夜汤呢 隔夜紫菜汤可以吗 也不建议 其实 对 也不建议 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紫菜它有一个嚼劲 那如果有时候那个嚼劲 感觉就是嚼不动 会不会有可能 我们担心有黑心食品 它就塑料做有这可能性吗 了解 那其实我们所说的 那可能我们在吃紫菜的时候 感觉到为什么这个紫菜 怎么咬也咬不断 或者是说你买回来的紫菜 你怎么样撕也撕不掉 那你就可能担心 那基本上如果说紫菜本身 我们浸泡不够久 它还没变软的时候 可能它就比较难被咬断 对的 是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它是用塑料做的 对啊 因为如果是 加塑料在紫菜上 或者是它用塑料做的话 你一煮呢 你就会闻到塑料味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迷失吧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知道 紫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很多妈妈们应该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培养 吃紫菜的习惯 但是我们紫菜它有一点点的腥味 那我们有没有方法 可以去除掉紫菜的这个腥味呢 对 我们在这边会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种方式 去这一个去除紫菜的腥味 首先第一个方式就是 在还没煮紫菜之前 那你开封了 拿了出来之后 那你可以在这个小火上面 可以很快速地就是过一下火 让它有这个烘烤的这个情况 那它可以帮忙把这一个 紫菜的鲜味给带走 对的 好 再来呢 再来呢 第二个方式就是 当然就是浸泡紫菜 那你浸泡了紫菜之后呢 那你不需要直接就 马上拿来煮来吃 而是可能你浸泡了之后 那么你可以过水 大概是过两次的水 那也可以把这一个味道给去除掉 这样子它的营养价值会流失吗 还是其实还好 还好 对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本身都在紫菜里头 最主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是帮助我们把它的那个腥味给带走 因为海产类嘛 有腥味是难免的 是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加姜片 对 这一个就是 姜就是可以去除去腥味 因为姜味本身 姜里头它有这一个姜腊素 那姜腊素呢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 掩盖掉紫菜中的这一个腥味 所以当你在煮紫菜的时候 紫菜汤放一些姜片 那你就可以帮忙盖掉那一个紫菜的腥味了 是的 好 再次非常感谢 比较老师今天跟我分享了 这么多跟姜菜有关的一些小贴士跟资讯 所以提醒大家 就是一天大概十片 那就是最适合的那个分量 没错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待会儿的8864 到底有什么新闻时间交给Rickman 哈啰 原来一天都超过十片了 我跟他一起吃一整包 我跟他今天8864有好看 除了会送你这个电影的入场券 包括这个《Zumanji 2》 然后有这个《Spider-Man》 以及《Escape Plan》的这个电影入场券之外 也会送你这个张信哲情歌王子 第十一次来马来西亚 不 应该算是十一次举办 《世界巡逢演唱会》 未来是Continuum的这个演唱会入场券 只要获取这个演唱会入场券的话 记得底下三点钟 收看我们的8864 好 谢谢Rickman 那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好看 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Jummaso TV 去到了吉达州了 就是明天的时间下午两点钟 就可以让你有机会来拓展业务 把你的业务带上电视广告 我们帮你完成广告的整个设想了 没错 那不只是这样 你在活动现场可以向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Jum和Isha学习一些跟电视广告有关的技巧 那只限50家公司 所以明儿是有限的 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电子邮件 也就是Jummaso TV 好 那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煮一道紫菜料理 稍见 大型名人演说节目 说出我世界2019已经圆满落幕 主办单位邀请了海内外不同领域的演说家 参与此盛典 其中的演讲嘉宾就包括了 我国首相敦马哈迪 青年级体育部部长塞沙迪 亚洲首席超级演说家梁凯恩等人 前来分享他们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走到今天 在成功的路上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酸甜苦辣 当晚的演说以及各式各样人生经历的分享 相当地激励人心 也让听众们从故事中得到启发 除了精彩的演说 还穿插了不同精彩的表演 例如结合了我国各个民族的 风俗舞蹈和武士等 不仅如此 该节目也不忘帮助弱势团体 计划将部分收益 捐赠给大马残障奥运会基金会 欢迎回来 现在这个时候马上来炒一道 炒冬粉加紫菜 怎么在炒法呢 是 好像还蛮常看到这个料理的 我们今天有Delisa老师 欢迎Delisa 你们好 那要准备什么材料 所以今天就来一个特别的 煮紫菜的方法 然后就是炒冬粉 就是我们有冬粉 就是浸泡过了冬粉 然后就还有红萝卜 然后还有白铃菇 白铃菇 为什么选白铃菇 这个味道跟口感我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Q一点 对 不过其实什么菇类都可以 对 正确的 然后这个就是浸泡了刚才那个紫菜 就是看你们看的大饼的那个 把它泡软 对 泡软了过后 那是红嫂的紫菜类型的吗 是的 然后这个浸泡过 然后炸成的 泡了过 还要去炸的 对 自己炸的 怎么炸呢 就热油 就加油 然后就加盐 就OK 炸了过 然后再撒盐 所以它就比较有嚼劲 有口感很好 有一点脆脆这样 然后就不需要 这个零食可以自己做 对 好 再来就看到有枸杞 这个就是白色 好 然后我们就有少许的酱 去腥 对 然后就有盐巴 盐 然后这个就是豆瓣酱 对 然后这个就是香菇粉 还有青油 好的 马上我们来开始做吧 对 我们今天就是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对 简单 跟所有的健人教练讲话都一样 今天都很简单 对 都很简单 那其实我们自己做 可能又好像没有那么饭 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烘热其实谁都会煮东西 但是煮出来好不好吃 而且我们要变得更会煮 就要多多看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对 好 我们先热油 然后把姜片倒进去 有这个姜片很好 就刚才讲的 怕有腥味 什么不喜欢的话 都会去腥 是的 而且还可以吃寒 哦 也对哦 是 那再来我们要放的是 就是大概上面一颗就可以了 然后就 就先炒这个萝卜丝 萝卜丝 因为萝卜丝它比较硬 比较硬 比较难熟 是 好 然后就放 这边这个萝卜丝大概不到半条吧 不到 少许就可以了 再来 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的紫菜 紫菜是非常好 我们的紫菜 然后还要煲香的味 好的 好 来 好 谢谢 这紫菜的萝卜丝都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先放菇还是先放冬粉 都没有 我们先放豆瓣酱 先放豆瓣酱 刚刚的入味的意思是吗 对 我们就炒香这个鹿拌酱 这豆瓣酱大概有两匙吧 我看 对 一匙半 一匙半 是你吃的 好 好吃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炸过的 这个紫菜扣在如何 所以这个炸过的紫菜 其实就是我们点算用的 最后才下的 是的 好 我们有香味 有香烂 然后我们就放水 为什么要加水呢 然后我们那个冬粉少许 好 好 我以为炒冬粉是要干干的 其实不是要加水的 对 冬粉会吸水 对 是的 好 好 冬粉会很难炒吗 不会 就只要你浸泡够了 然后炒起来都没有问题 浸泡够的意思是要泡多久 泡大概10分钟 10分钟 好 再来呢 那我们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刚才讲到那个减肥 紫菜有饱足感 对 还有一个冬粉也有饱足感 对 非常非常 你吃了这一道料理之后 你就不会再想多吃其他零食 吃东西了 然后这个锅其实是处理过了 要给它煮熟了 对 煮熟了 所以我们可以最后才放 对 是的 只是给它热一热 热一热 其实我们这道菜已经是 差不多完成了 煮好了 调味呢 调味就放一点盐巴 好 不放盐巴 放酱油的话其实也可以吗 可以 但是就好像味道就有点怪吧 就是盐巴还会提鲜 其实是提鲜 好 那再加一些香菇粉 是的 看起来好像还蛮容易 是 煮的 好 在等待它完全煮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盛闻今天食谱 好 可以吧 好 这一集 没关系 我们的结果 好 你在家里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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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边 好 好 來吧 美味的紫菜炒冬粉出炉了 算一算 我每次都要算时间 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煮好了 所以其实还挺简单的 对 还蛮容易准备的 过后 最后一个亮点 就在于你的之前炸过的紫菜 是 我要抓一点 我用手 因为我要学那个 厨师 好像并没有特别美味的感觉 但我用筷子夹一些些了 是 它感觉就是可以把你的 炒冬粉的口感整个提升 因为它有脆脆的感觉 是不是 那我就丰富了你的口感 对 因为有软又有硬 这个我觉得是最棒的搭配 最完美的搭配 我们吃看看 吃吃看 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够 对 听到我们的咀嚼声 是脆脆的 滋滋滋 这样我们嘴巴多香 而且紫菜的味道 真的完全没有腥味的感觉 开始点缀了整个冬粉 要提香提鲜 所以这个比如说礼拜天 我们不想要煮饭 再吃米饭的话 可以来一道紫菜炒冬粉 是啊 也是非常简单 五分钟都不需要 而且可以帮助减肥 然后非常有饱充感 营养价值也很好 对 所以今天十分感谢我们的 陈丽莎老师 谢谢你 是的 那我在我们的火力加油站结束之前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 什么东西呢 今天 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 过后有一个防身术 要跟大家传授的 就如果你遇到歹徒的话 要怎么自己保护自己 当然明天的主题也很吸引人 是 明天的主题跟补习学习有关 所以说学习的机会不分你跟我 是 不分贫富 对 我们都知道补习费 现在越来越贵了 对不对 对 很贵 但是有一般人他们正在做这一样 就是免费提供补习 给很多贫穷的学生的 是 明天我们就会去深入地了解 到底是怎么来 然后这一讯则到底是谁了 是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你发简讯到我们以下这个热线 018-3700-792 那希望说需要这个帮助的朋友 我们也能够及时通过这个受访者 来给大家援手的 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狐狸加油站》 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 在八度空间见面了 再见 大家好 我是Andy Day 我是Elite MMA的创办人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我们说这个匪徒是从前面来 把你整个人扛起来 说你要怎样防身呢 今天我要教你们 用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但是也是需要一点点的技术 所以比较容易扛上来 如果有什么东西 就像吗 这个匪徒 当它刚合到你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手碗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尖骨在这边 所以我们会整个手跟它勾起来 放他的颈部这一部分 好吗 然后另外一个手 是会支持着你的手向上推 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脚 是夹着他的整个身体 然后就向下推 所以整个人是把他拉 所以那一个人会 触着他颈向这个部分 这个技术其实最主要就是 可以暂时停着他呼吸 这个东西发生了过后 通常在5秒到10秒里面 这个人就会晕倒 所以那当然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逃跑了过后就尽快地报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